一个小时内采访28位明星 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 品牌方大发飙了 要被骂死 做了多少次 灯光灯光最重要 到现在这个灯光会是这个样子 我的手卡还出现了问题 他的串场词全部都没有 我觉得完蛋了 真的完蛋了 只剩下最后20秒 所有人都在找我 等一下啊 等一下我啊 等一下啊 好玩啊 我好紧张 Hello Everybody 我非常荣幸的被科研师邀请 去他们170周年的庆典 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 我是去 有请全网最火最热最瘦 最热门最受大家喜爱的美妆模组 很多女孩入场 结果 我是去坚持当主持人的 I am a k 我只有两天的准备时间 你们哪来的勇气相信我 天哪我脑子有点像一片空白 这都算了 没想到在彩排的时候 还出现了一大堆问题 灯光这样的话我们又要被骂死 等一下啊 等一下我 他的串场词全部都没有 当发现这个问题之后 我就立刻跑去休息室 疯狂的改 突然有一个工作人员 夺门而入 跟我讲 很多女孩还剩最后20秒了 你为什么要坐在这个地方 你快点给我上去 我就立刻 瘦刀跑到现场 本来还打算穿高跟鞋的 结果连高跟鞋都来不及换 接着就把麦地过来了 5 4 3 2 1 让我们来看看 第一位分上红炭的嘉宾 到底是谁吧 欢迎青年野员 科手 姚石 在最开场的时候就已经收到通知 全部的顺序都打乱 狂找收卡 当时我其实紧张了 我觉得太帅 欢迎青年野员 欢迎青年野员 荒腔 我结束完之后还在电梯里面遇到了的他 接下来 光夺 郭淳 姚柏南 夏汉瑜 我全程在饭滑池 可是我必须得要把我主持人专业素养保持着 接下来就是我的朋友们了 哦 洛王宇来了 大家好 我是下半场的主持人 大家都知道你出逃了 就是因为我 我确实是的 洛王宇会往三天 是我教他去的 然后他就立刻安排了行程 是有很多女孩对我的开导 她是我圈内的导师 他当时下场之后 他就跟我说加油 要哭了 豆豆那天真的超美 有没有想到今天我是主持人 知道你是主持人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做场合的时候 见到自己的朋友 你就会很舒服 哦 富翁来了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谢谢我疯狂课CD 徐妍和这个行家 想帮我多问点 他没有问题 可以 徐老师来了 有什么要跟他分享一下呢 毕竟我单身狗 我留下了羡慕和嫉妒的泪水 怎么跟台湾穿不一样啊 他穿的那件衣服 是行载送他的 自己Q出话吗 不会提好了 徐老师你的爱情 有什么保鲜的秘诀吗 我保鲜的秘诀 就是把爱情放到冰箱里 谢谢 谈恋爱的女人啊 真的 真的超美 穿的很帅 穿的很帅 不帅 不帅 大人 原来是西门大嫂 从还没有我见过妈 你这么工作里面 朋友们看到我在工作场合里面 这么假正经的时候 他们都还不洗油管 接下来欢迎求舞后 新世代小花 孟子义 接下来欢迎 蒋梦杰 蒋梦杰 上来全场尖叫 下一个欢迎 中江 东京 李飞尔 当时我还没有采访完的时候 李飞尔就已经在后台给我挥手了 话说是认识我吗 然后他就直接冲过来我这里 我想说 诶 等一下 先拍照 我一直在follow你的东西 真的假的 而且性格也很喜欢 我没有想到他看过我的视频 哦 天呐 接下来欢迎青年演员 詩詩 我是女粉 我当时吓到了 我当时吓到了 下一个欢迎 登梨 我认识你 真的欢迎 有看过我的视频 天呐 姐姐知道我 知道你 你的嗓音太有特点 很魔性是吗 非常非常感谢你 我没有想到会有明星老师认识我 且真的是看我视频 下一个欢迎 科研视频 台阅大师 毛不易 毛不易来了 大家好 我是毛不易 你知道吗 我在采访你之前 我是做了很多 我功课 我手卡都写满了 我手卡真的全部写满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Money 就是真实的钱的那个Money 你有一首歌 有钱的那首 对 你今天怎么会这么温柔 我以为你会怼我 我会 我们毕竟是红毯区 也是也是 你知道吗 我手卡他们真的准备了你 如果怼我 我该怎么应该应该你的问题 如果那我需要怎么配呢 我真的没有想到毛毛这一次这么温柔 对我很好 放过了我一马 在游泳间合适 科研事实盘代言人 宋倩 我们又见了 宋倩 我有瘦吗 还是以后希望的美 爱美哦 又能见到宋倩老师 一年一见 想问一下倩倩 八年都不换发色 为什么会突然换了一个粉纸的发色 真的很好看 其实就用心血来调啦 给自己找看一下心情 评论区 包括粉丝呢 包括我自己 我会有一种爷亲回的感觉 那一个发现 哇 哇 我又要哭了 他抱我 准备结束 如果大家能够近距离看到我的话 就能知道我现在的汗是有多少 我全部都是汗 我腋下汤石 各位朋友们 红炭环节就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 那让我的麦克风交给主舞台环节吧 镜头切换 我就立刻跪倒 我要哭了 我的手把 全身失踪 我结束了 快让我下半斤了 对 我下半了 总结一下 这一次这么难忘的一个体验呢 首先 我没有想到我可以 其次 我没有想到会有明星老师 看我视频的 再然后 很多博主朋友 看到我成功之后 他们也都替我开心 你们的曼莉娟的出息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请点关注留言 收藏分享一键三连